西班牙的器官移植技术在欧洲乃至全世界都是处于领先地位 尤其是最近20年来一直是世界上器官捐献率最高的国家 由于西班牙在器官捐献上建立了成功的体系 也因此被世界各国纷纷仿效还称之为西班牙模式 我们的记者最近走访了西班牙国家器官移植组织的创始人 肾病学家拉斐·麦特桑兹博士 身为器官移植太陡的麦特桑兹认为 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件事情是真的 与其他国家的器官移植组织多为民间团体有所不同 西班牙国家器官移植组织为政府官方机构 从1989年起逐步建立起一套高效的器官捐献机制 西班牙的器官捐献率从1989年的每百万人只有14例的很低水平 发展到2011年的每百万人中超过35例 西班牙国家旦织的创始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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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基于这样的策略 在马特桑兹建立国家器官移植组织之后的不到三年 西班牙就成为了全球器官捐献率最高的国家 而西班牙不只是在器官捐献及移植技术方面成为国际表率 在打击非法器官买卖和非法移植方面更是首当其冲 2010年明确立法禁止本国公民接受明知为非法的器官移植手术 连推广非法器官移植都被视为触犯刑法 而对于人权团体指控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牟利 身为器官移植专家的拉菲马特桑兹明确断言 活摘器官确有其事 所有这些东西有些东西有些被证明了 不是有很多人在社会设备尔国 有很多人在社会设备尔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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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名2008年前往中国进行器官移植的西班牙人 由于在媒体上公开鼓动人们去中国进行器官移植 已经遭到起诉面临法律制裁 马特桑兹自豪地表示 禁止器官贩卖和非法移植 西班牙已经为国际社会做出了榜样 他真心希望更多国家也能够像西班牙一样 对于活体摘取器官并非法买卖这种事绝不容忍 新唐人记者乔安综合报道